新年广新曾武山授权宫日前受邀到美国参加2023世界宗教议会 在为期五天的活动中 除了胡数名道长亲自将道教祈福仪式 以及正统科宜带到了会场 丁一三太子精彩的表演更获得了现场观众热烈掌声 并且在活动结束后 还被邀请参加芝加哥年度野餐园游会 成功以台湾特有的宗教文化 达成了最棒的国际外交 2023世界宗教议会日前在美国芝加哥登场 新店曾武山授权宫是第一个受邀的道教团体 在开幕典礼上由胡数名道长率队 随着世界各国游行队伍进入大会会场 在活动中曾武山授权宫展现了台湾特有的宗教文化 包括胡数名道长亲自将道教祈福仪式和正统科宜带到了会场 呈现了原汁原味的道教祈福仪式 而这也是首次在世界宗教议会上出现亚洲文化元素 此外还将民俗议政电影《三太子》带到了现场表演 以台语、国语、外语、热门音乐结合神将跳街舞的精彩演出 获得了在场观众热烈掌声将台湾的活力与创造力展露无遗 获选为2023世界宗教议会解出人事的胡数名道长表示 非常高兴这次能够受邀来参加活动 曾武山授权宫一直以来积极推动宗教与武术运动的结合 希望将道教展现出不一样的新风貌 而在活动后台湾超马三太子还参加了支撑协胜工会举办的野餐园游会 再次以独特精湛的表演轰动全场 让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耳目一新 欣赏了这令人惊艳的演出 在这次的赴美行程中 曾武山授权宫不仅将道教文化带到了海外 并让更多人知道台湾文化的多元性、宗教自由和包容性 在胡数名道长的带领下 曾武山授权宫成功达成了一次宗教外交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